謝謝主席 各位官大早 主席我想請院長跟國防部的部長 謝謝 請江院長 國防部部長 薛委員早安 院長你早 部長早 我在這邊想請教部長 嚴系剛剛那個張委員所跟你提的 我要跟你談的就是換相機的問題 部長你認為換相機的堪用力是可多少嗎 現在的土三六我們有一部分的這個換相機做了這個 你的妥善力是多少 部長我們就非常直接 換相機的妥善力 基本妥善力是百分之六十幾 百分之六十幾 六十幾 部長 你的那個妥善力是百分之幾 現在每一個飛機狀況不一樣 那你剛剛講百分之幾 現在的我們現在的要求現在這個換相機是百分之六十幾 百分之六十 那我們現在的換相機有幾部 現在一共是 原來是買了六十架 買了六十架 那現在是剩幾架 現在還有啊 現在就是因為有有兩架四四 後來我們現在 那我們現在就是五十八架囉 現在有一些飛機幹做了防控的處理 就是目前我們有一些飛機的 好 那部長我們的那個那個 換相機的那個 戰鬥的任務 執行率是幾架 你剛剛是百分之六十幾嗎 是 那五六就剩三十幾部囉 現在就是 基本上我們現在所有的 戰機的狀況啊 妥善力是我們不定的 但是希望它能夠妥善 因為最近有一些它的葉片產生的問題 正在換裝這一部分 所以剛剛委員特別提到 好 有提到我們這些 那部長你既然是這樣講 剛剛我們妥善力這麼高 妥善力的妥善力是這麼高 那這一次的漢官演習啊 是 為什麼沒有咧 你有 你這一次的漢官演習 有第一代 第二代 你這一次的漢官演習 你是從4月1號 11號 17號 你有一些公佈的你們的演習的話 為什麼連阿公級的 那個F-51都出來了 那為什麼幻象機不出來咧 是什麼原因 不會啊 我們今天所有的飛機 這次都有參演 沒有啊 你的公佈沒有啊 為什麼獨切幻象戰機呢 有一些的飛機的狀況 根據它的不同的任務 我們今天分別在其他地方有炸射 但是有些飛機沒有實施炸射的部分 在其他的任務過程當中會安排進去 部長 是 那我再請教你換相機 我們現在轟存有幾部 呃 有幾架 呃 就十幾架 蛤 十幾架 十幾架 那為什麼咧 你剛剛說 你剛剛說你的 你的妥善力是有很好的 還有十幾架 是總共十幾架 為什麼不能用咧 是紅色裝備 是吧 今天問題我們有一些問題 就是今天所有的飛機狀況 我們今天要保存這個戰力啊 做了一些環控 今天在某些狀況之下 就可以起風來使用 部長 那你有沒有 你 你有沒有清楚是說 我們換相機 一部是買多少錢 一架是買多少錢 十幾億 十幾億對不對 是 對吧 那是十幾億的錢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 這麼昂貴的 裝備 那為什麼 我們 我們的演習為什麼 那不 不參加 有參加演習 好 那 部長 那請問你 你讓他幾架 換相機幾架參加演習 有幾架 現在還在規劃嗎 還沒規劃 是還在規劃 我們今天平常執行任務 都有在執行任務 今天捍衛我們的領空 都有執行 包含我們的換相機 在這個 部長 好 部長好 你說的齁 4月1號 4月11號 4月7號 你們有那個漢官那個進行的演習 那你是說你的換相機 會有查理演習 對不對 是吧 你剛剛講有一些是實彈 有一些實際上的參演 部長 你剛剛你要承認嘛 剛剛我在問你嘛 因為我從你的資料當中 是看不到換相機的演習嘛 那你現在說有 好 那就做個承諾 4月1號 4月11號 4月17號 就是會有演習嘛 對不對 那個是講 在某一個地區的實彈設計 是吧 是跟火就很清楚嘛 部長 像五月報告 因為據我所知啦 換相機啦 因為有很多 都去抬肉 拿去切割啦 就是被肢解啦 我不清楚 到底是真的假的 如果說 如果說我講的是說被抬肉 被肢解 你認為有錯誤 部長請你在這邊也可以更正 好不好 當然更正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沒有肢解 就很好就是啦 是 那就是說 演訊就會有換相機囉 演訊跟實彈射擊 要做一個區分 嗯 我們會 漢廣演習的部分 有些單位是實彈射擊 有些實際是參演 所以實彈射擊的部分 跟參演的部分 要做一個區分 我利用這個機會 向委員做一個說明 部長 那你這邊的公告 你們這邊的公告是假的囉 公告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實彈射擊 這部隊 現在幾天七七幾天的時間 這個是你的公告的資料 那是假的囉 你們可以反覆嗎 這個部分是實彈射擊 進攻的動作 進攻的指令 進攻的執行力 是隨著部長 今天在這邊並行 一計畫 可以火結掉嗎 不會 向委員報 今天我們正在開記者會 我們參演的部隊 今天所講的部分 是實彈射擊的部分 在某一個地區 哪一些飛機實施實彈射擊 其他的部分在其他的演訓裡面擔任其他的任務會把它併進去 所以部長我就覺得很奇怪 幻象沒有在這個裡面 反而這個F51這個是阿公級的有出來 這個已經幾十年的一個機種了 這麼久的年代你還有 反而我們一部買了十幾億的幻象機 既然不演訓 美軍的B52現在還在使用 但是你的公告 你這邊的公告是你們所公告 我知道你們現在正在開記者會 我清楚 但是這個是你的公告喔 我是假不了的喔 向委員報告 這是實彈設計的部分 跟參演的部分要做一個區分 在某些地區要運用什麼樣的武器裝備 這是參本部會 根據他的任務需求來做設計 那部長沒關係 剛剛你所說的 我們都尊重你的說辭了 你的公告你可以招令戲改 也沒問題 我們都同意你 但是我希望你在4月1號 4月11號 我現在委員報告 實彈設計的部分跟參演的部分 是要做不一樣的說明 有些部分是參加實彈設計 有些是參演 這個前部委員 在專業上尊重參謀本部的安排 院長 剛剛部長講的話 你應該有聽到嗎 都有聽到 他的公告裡面沒有 但是現在部長說有 那我們希望讓他成行 因為我們這個機種 一部十幾一買的 當然有才能成現的機會 有參演 但是不一定是在實彈設計的範圍 你的背書好不好 剛剛部長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想委員跟我都知道 部長的這個說明跟承諾 因為他的公告裡面是沒有的 那現在剛剛部長已經有變了 又說有了 那希望是說換相機在4月1號 4月11號 4月17號 有機會參與演訊 就這樣子好不好 參加演訓跟參加實彈設計是不一樣的 我再強調一下 請委員參考 好 那再來我再請教 那個部長你請回 再委員請院長 院長我們要講 最近大家都 台灣人民民生問題 都是非常關心的問題 是 就是核災跟搶救的問題 那我們都知道日本福島 受到那個核災的影響 那我們大家 每個全世界大周都會很緊張 尤其是臨近日本國家的一個 一個國度是更緊張的 那我想 嚴人會不是已經修法了嗎 是不是部長 那個院長 核災緊急驗變期是有1期 最加2期最加3期 是不是這樣子 7億的範圍 就是說從 從最內圈到外面 從3公里8公里16公里 已經弧度範圍出去嘛 對不對 是不是院長 據我所知有這樣的概念 對 有嗎 是你們在開會的還是 是什麼概念 是大家的概念 人民的概念 還是我們執政團隊的概念 我想在 原人會所主管的那個 福災演練的相關作業裡面 他們有就這一部分 請專家學者做過討論 就是一個防護準備期 是吧 院長 這個精確的名詞 素我沒有辦法講得很很準 但是大概這樣的概念 那我想院長 我在請教你 最近的一個北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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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四建建在這個區域範圍16公里以內 我們士林北投也是算在裡面 那涵蓋就是有100多萬的人口 那我想請教院長 如果是說因為現在三金總醫院跟榮總 也是一個核災核變的一個應變區域的一個醫院 有簽約嘛對不對 有沒有簽約這個細節我不清楚 那如果是核四如果是有栽變的話 那他那邊三金跟榮總都是一個 一個遷移的醫院核災防護遷移的醫院 那怎麼辦呢 會不會淪陷 我們是試問防患的問題 那如果淪陷了 那基本的防災概念是這個樣子 緊急的栽變區了 那怎麼辦 一旦發生核災了那怎麼辦呢 是 相委員報告 我們一般講這個幾公里分別做什麼事情 有時候外界不是那麼清楚 其實如果發生浮射外界的時候 最內圈的就是核電廠附近的居民啊 那就是市里北投都是嘛 必須要進行所謂的疏散撤離的 那但是更外圈一點的居民呢 只是可以就地 就是說到家在家裡面不要外出 然後關閉門窗 那如果說有外出要回來衣服要洗滌 這個都有不同的規範 部長你 你這個是一個細節 民眾的一個先導的細節 我這邊再跟你探討了 既然是說榮總三金總議院 三金總議院都是在這個核災 這個核變區域的範圍之內 那我們既然我們這邊說有簽約說榮總 跟三金總議院 既然是簽為一個應變緊急救災的區域的議院 他已經淪陷了 那怎麼辦呢 院長 他們就是屬於我剛剛講的 如果驗變的能力怎麼辦呢 他們可以應變的 因為就是在平常的演訓的規劃之中 我們都會講好 你不能總是說院長 你剛剛講的說醫院光村戶啊 或光大門啊 不是這樣的一個處理方法 醫院當然不是 我是說一般的民主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兩個區域是在這個栽變的區域裡面 比如說三金榮總 都是啊 那怎麼應變呢 院長你有沒有什麼方案可以執行 曾主委來向你詳細的說明 跟委員報告 如果委員的一個假設狀況 是說把那個士林區把它畫到這個區塊裡面 北投區畫進去的話 那代表這整個區塊的人都有影響 那是一個大面積大人數的人 那處理上是非常的困難 這個不是我講的 對 那個主委 這個不是我講的 這個是員能會決定要修的 就是七億擴大到 從一七二七三七擴大 從四公里 八公里到十六公里 那十六公里 那我剛才講的是說 因為榮總跟三金總業 就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對沒錯 他如何搶救呢 我是想說聽聽院長 如何應變的能力怎麼辦 疏散撤離 跟那個 就地的這個防護等等 這些概念是不一樣的 那因為榮總 陽明他們距離那個核電廠 是超過十六公里 十六公里以內 所以他不是屬於那個八公里裡面的那個疏散撤離的範圍 那你院長你的意思是說 八公里是有危險 那十六公里就是沒有問題 危險的受影響程度不同 那是不對嗎 那個院長你講的不對囉 哪個地方不對 你說八公里跟十六公里 榮總 八公里內的跟十六公里內的民眾應變的做法是不同的 就像假如在往外延伸 有人也許講說二十公里之類的話 那個做法又不一樣 全台灣從頭到南到北 有幾百公里 這個做法當然都不一樣 那院長你這樣講的話 就八公里的做法跟十六公里的做法 哪裡不一樣 你可以說明嗎 現在 在原人會我不曉得最後已經定案沒有 就是手續上 但是他們在福島核災之後 已經把原定的那個範圍擴大 那麼據我所知是擴大到八公里 這八公里就是假如說有發生原人會認定的福外外洩事件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開始要執行疏散撤離 那麼疏散撤離的那個收容地點呢都是在八公里以外 甚至有的當然是在十六公里以外的地方 像比方說到汐止或者說台北市的某一些地方的大型的這個禮堂或者是學校 你這樣答覆不見得滿意 那我再請教你 因為時間有限 請教委員長 我們台灣這三十年來的話 一共處理了多少件台電的一個核子傷害的一個案例 這個委員問的是核電廠的還是說醫院 醫院的我不知道 就是說台灣這三十年來一共處理了多少件台電的核子傷害的案例 像委員報告 據我前一陣子向這個經濟部這邊詢問過 核一核二核三廠的員工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任何因為福外洩事件而傷亡的潛力 那麼媒體報導有一則個案 優越理性的這個核二的退職離職員工 他有提起訴 無論是我們的很多人 有分辨職員工 在職業務上 有無法寶寄 全部都很遲 沒有發生 沒有開放 無法寶寧 有些人 有錢 有 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